男子組第一輪 三隊指名的選手 夏浦洋 組上來 Vick 黃宏軒 黃宏軒 藍隊 夏浦洋紅隊 Vick 黃隊 恭喜 好 請三位領隊 為他們所組的三位選手 好 加油 隊伍引體 球帽 男子組的第一輪 三位領隊所選的都是 不同選手 恭喜我們心目中的 選秀重圓 三位攻擊重圓 來 先請 我們的藍隊的重圓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被錢姐選到心情如何 黃宏軒 就是我現在還沒有辦法回生 因為錢姐是前三季的霸主 然後我在下面在思考 我匹不匹配霸主的選擇 然後剛剛錢姐發衣服給我的時候 我很開心 自己心有點賞懂 對 心情 謝謝 好 來輪到我們黃隊的ZIM 好緊張 就是我其實是一個 從小到大的棒球員 所以郭哥選我非常地開心 然後也謝謝郭哥認可我的實力 我會好好努力 然後因為是新的隊伍 那我也會努力去突破一切 然後也會加油 非常有放棄的缺點 帶來輪到的是我們紅隊的夏虎王 因為我自己就是小曹哥 不大的學弟 然後其實小曹哥一直都是我的 模範 我的榜樣 我希望也能跟他一樣 在紅隊好好的努力 然後打下好的成績 跟學長說 其實他從一開始的那個 白米就讓我印象滿深刻的 但我其實一開始 都滿擔心他的傷勢 吃環跑或者是躲避球 我覺得剛剛的躲避球 讓我稍微改觀一下 我覺得他的組織能力 還算滿清楚的 我會選擇夏埔陽的原因 是因為他整體的 他的數據是好的 然後他的跑步跟他的跳遠 其實都還算不錯 對 那最主要他 可以比較全能一點 他的路上跟他的水上 他游泳成績也是滿好的 然後加上他提供他會的 運動的項目也是滿多的 所以他會是我心中的狀元 我自己的黃宏宣 其實我自己有想過說 可能我內心想他們兩個 應該是不會選他作為狀元 那這就是指名字 有的時候要去考量到的事情